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关注一下周期的最新动态 那么在今天,相信各位关心CBA的球迷都被几则媒体人的爆料所震惊了 那么不少像麦慧峰啊,包括像江南德城这样非常有实力的媒体人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上 纷纷表示啊,周期加盟北控队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甚至有很多的交易细节也被披露出来啊 这个估计是让大家感觉到有些意外的 在大家的感觉当中啊,那么周期的绯闻下架里边的确是由北京北控这一支球队 但是大家觉得这支球队可能是最不可能的 因为比前的话,他可能跟上海跟北极首钢相比啊,没有什么态度的优势 另外比实力战绩,比球队啊,比这个平台的话 也没有办法跟北京上海去相提并论,拼感情又拼不过辽宁 北控几乎是所有的竞争者当中啊,最没有可能拿到周期的这样一个俱乐部 但最终的话,北控南岚也是被曝成功的拿下了周期 那这其中的话,闽路磊的付出啊,也被很多媒体人表示啊 正是因为确定了周期加盟之后,他才决定重新出山 准备执教北控南岚,希望能够带领这支球队啊,冲上一个新的高度 假如说真的周期能够加盟到北控队的话呢 我相信对于球队来说,绝对是一次极大的提升 虽然说北控队目前啊,拥有比较多不错的内线球员 像于长冬,像邹宇成 但是其实实力和级别跟周期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那么按照这些媒体人的说法 双方的转汇费的价格非常高 但是不会超过一个亿 那按照周期目前的市场价值和他的实力定位来看的话 可能单单的这样一笔签字费 并不能够完全满足新疆队的胃口 而且我们也知道新疆队此前是已经解除了注册新球员的禁令 也就是说他可以为新的球员注册的 那所以说北控这边很有可能还要付出一些球员当成筹码 去交易到新疆队这边 这有可能也是新疆队愿意把周期运作到北控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北控这边有他们想要的球员 同时北控也愿意放弃这些球员 那按照目前新疆队的阵容结构来看的话 其实他们最欠缺的还是一个一号位的优秀的国内球员 整个新疆队目前是比较年轻的 他们也是一支充满希望的球队 那球队四二人是希望能够有一些 跟目前球队年龄结构 跟球队战略规划相符的球员加入 那眼下来看 北控这边最符合新疆队想要的这个球员 那无疑就是他们的年轻护卫廖廖三宁了 在上吊一线队两个赛季以来 廖三宁的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 第一个赛季他展现了非常出色的进攻能力 尤其是突破造杀伤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第二个赛季在助攻在失误的控制方面 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如果有他来作为球队的一号位的人选 再加上经验丰富的余大豪 另外再配一个小外援的话 那么新疆队的后卫线绝对够用了 而周琦一旦能够加盟到北控队 无疑会让这支常年进不了季后赛的球队 一跃成为CBA的超级黑马 甚至有机会去冲击下赛季的四抢 内线有周琦外线有张帆 再加上球队这几年都是配备三万元的阵容 那这样的一个阵容调整的话 其实对于北控男来说 还是非常有看头的 再加上敏露勒 作为一个曾经的冠军功勋主帅 由他来掌舵球队的话 对于球队的帮助应该也会非常的大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